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逐漸散去 西薩拉薩大週四八荷街轉京道於4月28日對外開放 至此 包括八荷街在內的拉薩老城區各朝府路線的轉京活動恢復正常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八荷街自1月27日關閉 三個月後再度開放 當日 前來轉京的民眾在八荷古城安檢站外排起了長隊 並有序進入八荷街 為防止人群聚集 擁堵 八荷街轉京道上暫未允許衛喪 信眾期待大昭寺 布達拉宮等早日對外開放 恢復正常朝府活動 劉師傅在轉京道沿線做小本生意已有多年 轉京信眾和遊客成為他的主要客源 因此 轉京道的對外開放給劉師傅帶來利好消息 今天八荷街轉京道 給布達拉宮轉京道 明顯的人多了一些 今天第一天開放 當日 記者在八荷街布達拉宮廣場及其周邊看到不少外地遊客遊玩的身影 古城拉薩呈現往日的繁榮景象